幸福快乐其实也可以很简单 你的我的大家的城市梦想家 城市梦想家听众好朋友 我是佩玄 您现在所收听的电台是城市广播网 今天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贵宾 是彰化县政府劳工处的处长 吴兰梅 处长好 佩玄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处长我们最近一粒一休可以说是 大家都非常想要了解 那到底一粒一休是什么 你今天就要来跟我们说清楚讲明白 是其实一粒一休它是指弹性的周休二日 最主要是能够落实可以周休二日 那之前大家会听到两粒或是一粒一休 最主要一粒一休是希望在休假日 可以让我们的劳工朋友有所选择 那也让我们的公司就是雇主 事业单位这边有所弹性 因为我们都知道利的部分 最主要是要七天一定要休一天 七天有一天的利假 那利假它就是除了天灾事变或突发状况的时候 雇主才可以要求老公出来上班 那而且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 是不需要经过劳工同意的 那在工资的部分就加倍发给 那还要补休一天 那休息日 休就是指休息日是比较有弹性的 那他就是说如果经过我们的劳工朋友同意 或者说工会或者是说劳资会议同意 那劳工朋友是可以出来上班的 那他上班就要依照加班费的方式来给付 那最主要就是说休的部分会让我们的劳工朋友们 想休假的可以休假 那想利用休假时间休息日加班的部分 他也可以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性 可是他这个跟利假最大的不同 就是利假强制一定要有一个利假的休息日这样子 是他最主要就是说七天一定要休一天 七休一 那一天指的是利假 但是大家一直对于休假跟利假 是不是我们现在在那个桌历上或是月历上看到的红字的不一样 因为有很多的餐饮业者他们也提到说 那我餐厅大概在星期六星期日生意最好的时候 那我休假了或是我放假了 那我的客源怎么办 我的收入怎么办 那其实我们七休二的部分是指七天 里面有一天是休假一天是利假 但是他没有规定说一定是星期六或星期日 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依照各行业的那个行业属性 可以做调整的 那劳动基础法这次的修订 其实内容不只一例一休的部分 他还有做一些增加的一个说明 是不是你也跟我们说一下 他到底修订的法令有哪一些呢 是除了落实周休二日之外 当然对于工时跟加班费 就是工资的计算方式也是就是这个部分 那当然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特休的部分 因为特别休假 你满一年之后就照劳基法的规定 他有一定的休息日数吗 是因为依照旧的劳基法是满一年 他才有七天 那新的劳基法是只要满半年 他就有三天 那满一年他有七天 那接着就是说两年以上未满三年是十天 那如果三年以上未满五年是十四天 那五年以上未满十年是十五 满十五年以上就是每加一年 增加一年就加一天的假 就是说假的部分对于 就是说我们一些没有办法长时间受雇于 同一个事业单位的这些劳工朋友们 会有一些特别休假的部分 那再一个部分特别休假比较特殊的部分就是 以往我们的特别休假是由劳资双方议定 就是说假设我有三十天的假 那我的假怎么排是由劳资双方 那劳资双方如果没有办法合议的时候 就是劳工朋友可以排十五天 那我们的雇主可以排十五天 那现在这个部分就会修 就是依照修法后是修改成 就由我们的劳工朋友来排定 那如果说特别休假没有休完的话 他就要按照当日的平均工资 要发给就是没有休假的这些工资 所以以前没有这样规定说 你不休是你自己放弃 以前公司可以这样子说 现在不可以了 现在要发给工资了 以前都有发给工资 但是现在的部分就特别强调 这部分一定要发给那个不休假的工资 OKOK 好 那我们讲到这个休假可以由劳工来排定 可是雇主如果不同意呢 他可以持不同的意见吗 一般来讲 其实有时候雇主会有他整个生产线 或是行业特性的这些 就是像这样的考量 所以其实劳工朋友是可以透过工会 或者是说透过那个劳资会议 来跟雇主这边协商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当然也可以找我们劳工处这边 我们也可以来协助 可是劳工的工会成立 其实有一定的规定 人数要到达一定的程度 让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来继续来请教 处长怎么样子才能够成立工会